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汉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阿周 我是Wayman Wayman,今天来介绍这个创本是很特别的 是的,不得不讲一讲 Torrens 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成立了于1883年 1883年是一个年代 我都讲一讲 其实来讲 爱迪生发明流星机是1877年 当时柴可夫斯基还在生 柴可夫斯基小时是1893年 1883年Torrens 已经成立了 这间公司的历史是相当之悠久 之前我们流星机系统里面 都是用手摇式的 就是这样的 1903年开始我们看到 一些手摇式滚筒式的流星机出现了 到了1928年 Torrens 已经发明了那个马达 令到那个流星机 可以自己用马达来推动 不用再用手摇 由这个开始就是说 无论是商用或民用也好 那流星机也普及起来 因为它在音乐的行业领域 和这个产业里面 可以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对于这个流星机的发展 它的公现是相当之大 Torrens 历史已经过了8年 应该是今年140周年 对 刚刚就是140周年 它为了庆祝这个特殊日子 其实它就推了一系列的新产品 去纪念重要的日子 没错 我们桌面上的一部 就是其中之一 这部的外形就是TD124DD 即是以当年的TD124 是一个延续来的 但是TD124当时的驱动 是以一个堕轮形式 我们俗称的Idle Wheel 这个转移为直驱的模式 我们说回TD124 基本上已经是1957年的产品 直至今天为止 我们看到140周年 Torrens 历史出了一个特别版本 用来纪念它这个重要日子 好了 有什么和之前的TD124DD 有什么分别呢 除了它外形上是一样之外 它的Pretter就很不同 它做得很体验的Pretter 这个是在外观上可以很直观的 可以看到的Pretter 好像很漂亮 是的 它之前是一个铝的合金 现在有一个铜面板在上面 铜面板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个跟以前像Michael Micro的唱盘一样 很多都是用铜的做Pretter 它说稳定性会强一些 而且鞋震会减低了 就是利用两种不同的物料 不同的鞋震的特性去抵消 是的 因为它是DD直驱来驱动 转速的稳定性是相当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盘 也是模仪当年的一种J币 它叫TP124 这支币比较特别 它除了有一个改良之外 那里面的道线都用了全银 这个就是之前不是用银线 是一个理智线 还有那个创头也是 创头也是 创头也是 它特别为了140周年 跟Octofor合作 有我们很出名的一个鯨鱼斗 它里面的开路 那个线芯都是用银线来做的 那为什么很多时候 创头里面的线圈 会创掉用银线 银线在这里 它是发挥了什么作用 其实银线来说 它那个度跌的能力 是会比铜线高很多 而且来说 它的频室也相对来说 是阔很多的 也有一个很高的持续 令到那个讯号 你也知道 墙头其实是一个 发电的小机器来的 那个持续是提升了 那个细节相对来说 就会丰富很多 就是那个细节 音乐的细节性 它是会比较多一点的 比较多一点 因为它是实信的时候 来产生的电能 是会直接影响它的声音质素的 这个分别也很大 是的 我们看到 除此之外 外形也有少少不同 它做了一个很怀旧 很古朴的一个目色 道了一个共合七 令到看上去 就像整个艺术品 无论我们说是一个怀旧的感觉 或者我们想找一个唱盘 有一个好的摆设 或者一个名贵的感觉 这个TD124的140周年版 也是值得拥有的 是值得作为一个收藏品 去收藏这件 是的 但是它这个TD124 DD140周年的唱盘 它是跟回这个唱盘 就是不会可以另外额外订 一个这样的唱盘 这个是很相当 就是在匹配性方面 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很有特色的 很有特色 是的 这个盘为什么说 会这么值得去收藏呢 因为它真的是行用版 全球都是生产140部 因为是140周年 因为140周年 是的 所以数量是极之有限的 是的 就是拥有的人 就不会多了 就是全球分配到 都是140部 是 140台 全世界 发售有的多 Torrens的佣品 佣等也都相当之多 是 因为它的唱盘产品周期 都相当之长 很多人都用150 124 这些这样 或者是 懸挂系统的唱盘 那些设计 很多人都会很拥大 这个伏压 亦都可以令到市场 会有一个恐动 是 你问我 我看到这支唱盘 其实有些东西都比较少见 是 譬如说 有这个装置 是 这个装置其实用来做些什么 因为通常 你的唱盘 平衡 都是靠后面的 这支唱盘 这个装置 去提供平衡作用 或者提供巡迹力 它突然之间 这装置又加了 这个装置 到底有些什么 其实来说 我们的装置 做了一个 Tracking force 所谓唱重 平衡之后 我们就靠拖架 向前傾 做了一个重量 令到它产生一个 Tracking force 即所谓唱重 其实这个 Dialo 其实有一个作用 就是一个偏压的作用 它是一个很旧款 一个机械式 它就是把这条线 拉紧一点 拉松一点 令到它 那个唱臂 在工作的时候 然后产生的偏压 做成一个抵消 嗯 相对来说 这支鼻 亦都调调相当之容易 亦都是一个很率直的声格 很容易调到一个 很满意的声音 这支鼻 除了SPU之外 朋友亦都可以选择 用它的Headshell 配合其他不同的唱头 它有一个唱头 其实在换头方面 方便了很多 分别很多 它这个很简单 我们只要除出来之后 它跟的时候 就跟了一个 40周年的SPU 银coil 那个唱头 这个亦都可以 给你配合其他唱头 而且它本身是分体电源 是一个分体电源 亦都是一个很豪华的飞机箱 这个在保护方面 在云书保护方面 是非常之好的 看起来 它是一个很珍贵的 无论是保留一部 收藏好 或者送给朋友 都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那这个飞机箱 就要收藏好 哈哈哈 如果实物大货到的时候 可以上来我们寻泄室 试听 我相信它这个音质 一定会好过之前的TD124DD 不是纪念品 纪念品一定会好过它 是的 因为它的跌气特性 都会好 因为用了一个银线 和一个银唱头的Corel 它会有一个很好的表演 我相信对音质的提升 这个是轨光智慧 是的 和这个银的帖子的帮助会很大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见到实物 和可以做一个视频 那我们今天说到这里了 欢迎来到我们的陈烈室 参观我们的产品 我们有个online shop 可以随时上网上浏览一下 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们 记得留言和分享 Youtube有个小钟 如果想订阅我们的节目 就按一下小钟 我们有新的产品 或者有新的介绍的时候 会推送给大家 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留言 当然 Follow我们的IG和Like Facebo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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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